上回书说到傻小的鱼横走到了懒龙沟 这地方呢 是三百多个伙计在这开摇烧灰 今天是初二 大家伙在这吃馒头炖牛肉 这叫靠牢 大家伙摊的钱 这傻小的鱼横啊 一看没人给钱就成肉 他以为呢 这舍肉呢 过去 看人家拿筷子 他也拿筷子 看人家拿馒头 他也掐馒头 一手掐了六个 然后拿一大碗 逼着头在这排队 盖塌了 他把碗往前一地 来一碗 这靳师傅一看 不认识啊 哎 大哥啊 你是哪个头介绍过来的 我怎么瞧你眼上了 傻小的就知道吃他不说话 这靳师傅一想啊 得了人心来的 问他他都不说话 赶了半天了 就给他盛肉吧 靳师傅呢 就给他盛了两大勺 跟别人盛的一样 这傻小的他嫌少 他给我来两块 那两块多好啊 行了 你这人刚赶了半天会儿啊 怎么就争吃争喝的 这谁给介绍的啊 走走走 吃去 傻小的余恒没办法 端着碗往前走 怕别人认出自己了呀 到东边没人的地方 他坐下了 把碗往这石头桌子上一搁 拿这筷子夹肉吃 这只手攥着馒头 他也不吃这馒头 哎呦这香啊 吃着吃着 碗里头还一块脆骨 嘎巴嘎巴 在嘴里一嚼 哎真美 这碗牛肉筋他吃嘛 炸面的工夫吃完了 哎呦 我说还有馒头没吃呢 他有主意 把筷子放下 拿起馒头来 擦这碗里的牛肉汤 这蘸汤的馒头也挺香啊 他把这碗呢 离口外口全都擦干净了 就跟没使过的碗一样 我再蒙一碗吃去 这地方他倒不傻呀 傻小子琢磨着 正在这时候来一位 这位呢端了一碗牛肉 正好放在余恒的面前 刚把肉碗搁这 你瞧 我怎么经过了端肉呢 我是馋了 忘了拿馒头了 余恒听见了 低着头不理他 旁边也过了一位 也没理得说话的这人 这人站起来就拿馒头去了 傻小子一看肉 他这机灵劲上来了 这可不能落空 把自己的肉碗 这空碗望过一推 把那碗肉端过来 自己又吃上了 甭管这肉是给的买的偷的 反正放在嘴里是像 他这吃 那位拿着馒头回来了 他一看 自个儿明明放这一碗肉 怎么是一空碗呢 哎 我说你们哪位跟我闹着玩呢 我这碗肉呢 怎么把肉给我端走了 放个空碗呢 他冲着余恒喊 这余恒低着头 吃肉也不里头 一边吃一边还兜了 自个儿吃自个儿的 谁也不能给谁 旁边那人痴心了 哎 我说你吓喊什么呢 他不对啊 我去拿馒头 这么会儿的功夫 我这碗肉哪儿去了 这位还不愿意了 我说 这儿就是我跟他 用手一指的余恒 我根本没看见你拿着肉来 也许你本来就拿着空碗 你问他 看他瞧见没有 他用手指着傻小子 这余恒也会说话 哼 你没端肉来还跟我们先嚷 我端来了 没错啊 那你喊吧 你就跟着空碗喊吧 这位没办法 端着空碗 又来找这大师傅 金师傅 我还没吃肉呢 您给我来一碗 不对啊 你刚盛了一碗肉走了 你可别蒙我 咱们这肉可有数的 不是不是 这人汗都急得下来了 金师傅 我也记得您给我盛了一碗肉 可是您看 这碗干净的 连一点油心都没有 是个新碗呢 再说我也不能吃得这么快啊 我刚端走就吃完了 确实这是个空碗了 我都奇怪 这金师傅一想啊 也是 他吃得再快 连舔这碗也不能舔这么干净啊 空碗都在我旁边搁着呢 谁拿空碗我看得见呢 那你这肉哪去了 他根本没够成吧 您看我这嘴边有油吗 大师傅一看 这个人嘴边确实没油 是啊 得了金师傅 您再给我盛碗吧 哎 真没办法 特殊情况啊 我再给你盛一碗 得 谢谢您了 谢谢您了 端着这碗肉走了 他走到于衡对面望着一坐 于衡呢 把那碗肉吃完了 几个馒头也吃了 可于衡这肚子里头连底还没垫上呢 他端着空碗 溜溜答答又奔着牛肉锅来了 于衡个高啊 他用不着望上帝 把碗望着一放 哎 给我来一碗 进师傅一瞧 这小子刚才盛了一碗肉了 虽然刚来 盛了一碗肉 也算半生脸了 我说 你刚才不是盛了一碗肉了吗 哎呦 我吃完了 哎呀 你怎么吃这么快呀 告诉你 肉一碗馒头管够 肉可不能管够 得了 没吃饱 你看见那边没有 那边有个咸菜盆 你盛点咸菜 凑合着吃馒头 下午还得干活呢 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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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菜没肉好吃 这进师傅也乐了 多欣欣的 谁让你嘴急呀 光吃肉不吃馒头 甭说一碗 两碗也不够啊 我就是吃两碗没够啊 你吃两碗 进师傅心说 每次吃烤牢都是一碗牛肉啊 你吃了两碗 你吃谁的呀 我吃谁的 我吃我的 那你干嘛还来要啊 那你干嘛给他盛两碗呢 他刚才有一碗肉 你干嘛又给他盛一碗 他吃了两碗 他还挑眼了 这进师傅可明白了 我说 是谁把你介绍这来的 你说实话 我找你们头去 谁也没介绍 我从那边来的 他用手往北边一指的大山 哦 何散你不是我们山场的人呐 什么山场的 走到走这了 你这锁肉我还不吃吗 嘿 进师傅心说这人可以呀 我说 你这一只眼大一只眼小 你看那肉锅看得挺清楚 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这锁肉啊 啊 上这蒙肉吃了 季师傅啊 脾气急 他拿着手里的大铁勺 罩着傻小的脑袋 啪就过去了 要按说傻小的吃几个馒头 两碗肉了 打一下就打一下吧 这傻小的还不干 好 你打人 不知道尊敬我 你没礼貌 他往左边一躲 伸手一抓 这傻小的个儿大呀 一天就把季师傅给揪住了 他望出一拉 往这锅里头一扔 愣把这进师傅 扔到这牛肉锅里头了 这肉锅里的油魂死溅 哎呦烫死我了 不得油溅出来了 肉也溅出来了 傻小的饿了 我吃 身手捡这肉 往嘴里就搁呀 旁边还有个刘三呢 哎呦 这回晋师傅可犯了地名了 姓尽叫晋锅呀 这回真是晋锅了 刘三爷吓坏了 快来 把晋师傅捞出来 大家伙过来 捞这晋师傅 刘三用手一指 这傻小的于衡 你哪来的 啊 上这儿蒙吃蒙喝还不算 把我们大师傅扔过来了 哥们 打他 过来一小子 姓王 排行在二 挺愣的 都叫他王二愣 王二愣过来了 他这个儿 跟这于衡个儿大小差不多 他长得又结实 我说 你这小子到我们懒龙桌来蒙饭吃 二爷我饶不了你 这王二愣伸手就叼于衡的腕子 他哪知道于衡会把食 于衡往旁边一躲 哎呦 什么呀 吃你点肉 伤你脸 伸手就打人 哪哄来的 他说着话呢 拿着右手往王二愣的肚子上一捅 往上那么一挑 方向还真准 就奔着肉过来了 这时候好几个年轻小伙子 好不容易把这进师傅 刚从这牛肉锅里捞出来 刚捞到这锅边这儿 傻小子拿着手指这么一捅一挑 就把这王二愣啊 也扔到锅这儿了 进师傅还没出来呢 王二愣从上边砸下来了 又把这进师傅砸到锅里去了 可把这刘三瞎坏了 哥们给我上 一下上了好几十个 您想想到山上 开摇烧灰的主 那身体都不错呀 大大大 懵吃懵喝的 大家伙动手 于衡能踏吗 他把这瓷熊眼一瞪 来了一招叫虎抱龙 这手是又猛又狠 这是金刚拔市掌理的招数 他上去就打 刘三一看 刘三稍微懂得点把势 哎呦 这小子可受过高人的指点 于衡一转身 轮圈就打抬脚就踢 上来几十个都打不过 傻小子于衡啊 好家伙 他躺下 他趴下 那个起来 那个又趴下了 那个直壤 那个直葫芦 二十几个不成 又上来三十几个 三十几个不成 上来四十几个 让傻小子于衡打得一个个 眼睛都清了 有着捂着 腮帮的牙也掉了 有揉腿的 哎呦 全叫 大家伙在旁边 有瞧热闹的 想过去又帮不了门 你说这磁熊眼 怎么这么厉害 这刘三退出来了 因为刚才傻小于衡 用这虎抱龙 打了他一下 刘三他退出来了 来 有的是石头 拿石头 蹦他 山场上 当然有的是石头了 大块的小块的全有 大家伙往外车 就把这傻小子 晾在当中间 这些人低头猫腰 剪实的就砸 碰碰碰 这石头砸在 这傻小子脑袋上身上 傻小子喊 哎呦 我还没吃饱呢 就想让我睡觉 给我解养养 他根本就不在乎 把这大眼睛一睁 小眼睛一瞇 他挨这石头子 哎 他连躲都不多 你挨砸哪就砸哪 那人你还不砸呀 砸的砸的 他把那只眼也毙生了 嘿 打吧 哎 怎么砸怎么砸 给傻爷爷 我挠痒痒 大家伙儿扔石头 这石头差不多把这傻小子都给埋成了 都撑着石头堆了 把这傻小子给砸束缚了 傻小子躺着 俩眼密密封 他可要睡觉啊 这刘三一看心说 别把这傻家伙给打死吧 我去看看 别打了别打了 这刘三 带俩打个儿 用手扒在这石头 扒拉来扒拉去 把这傻小子 于衡的脸露出来了 心说别把他砸死 拿这手指头 往那鼻子旁边 这么一搁 再往下一瞬 有气啊 哈哈 不让我睡觉 本来傻小子 一迷惑要找 刘三一伸手指头 把他这叫给吵了 傻小子 撑就站起来了 崩我 带他 我崩你们 吵着他 叫他不敢了 他毛又捡着石头 拿着石子 啪 往外一崩 好家伙 手真快啊 这些人赶紧往外跑 刘三一看不成 走走走 赶紧咱们找掌柜的去吧 好几个人跟着刘三 一直往西走 在这山根底下 有两座大窑洞 安上了门 安上窗户 阳光充足挺亮 窑洞呢 是冬暖夏凉 里边有两位掌柜子 这两位掌柜子是青哥俩 干嘛呢 在这窑洞里喝茶呢 因为今天吃靠牢 等大家伙吃饱了喝足了 这哥俩 再去这山厂 吃这馒头跟炖牛肉 俩人正喝茶呢 刘三进来了 我说二位偷了 还喝呢 怎么了 这俩头一看刘三的脑袋中一包 怎么闹的 给我砸的 您瞧瞧去吧 刘三把事情一说 把这俩掌柜就气坏了 什么人这么大胆 敢搅闹咱们的懒农兽 岂有此理 来啊 拿刀 刘三带着人呢 有打旁边的冰人架子 抄起两口刀来 递给这俩掌柜子 俩掌柜子 把这刀往身背后一背 大家伙就跟着掌柜子 直接够了山厂了 等到了山厂 怎么一看 当中这站一傻牙个 往外崩石头呢 住手 别打了 什么人敢到我懒龙高脚呢 他们俩这么一喊 大家伙往外跑 这傻小子余横往这一站 不打交不打 给肉吃就行 旁边这些 咬里的工人 用手一直掌柜的 您瞧 这小子可太凶了 您得掌柜他 您瞧跟我们打的 这俩掌柜一瞧这傻小的余横 余横还不干了 怎么着 我让我帮 不帮 给我留这锅牛肉就行 俩掌柜一看这猛英雄望着一站 身上的衣服让石头都崩碎了 这人长得怎么这么壮啊 跟铜柱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一样 俩头往这一走呢 这余横也看这俩掌柜的 这俩掌柜的在三十多岁 两个人长得差不多 青哥俩嘛 都是浓眉大眼 鼻子口正一对圆包耳 青胡子沉 一条大辫子 穿着蓝大褂 腰里头杀着大宝 美人身背后一口刀 傻小子 余横一瞧 这俩人怎么眼熟啊 大眼睛睁开 小眼睛睁开了 用手一捂肚子 盖什么 两个掌柜的伸手抄刀 把刀顺在手里 望前一脉步 用手一指的余横 你盖什么的 为什么来到我懒龙钩脚闹 这是在太翠头上动土 老虎口边拔牙呀 这傻小子拿手捂着肚子 刚要通明报姓 嗯 不对啊 嘿嘿 你是小五 你是小六的 这俩人上下打亮余横 哎呦 你是牛哥哥吧 胖郎郎 这哥俩就把刀扔下来 赶紧脉搏上前 扑通一声跪倒 就给傻小子余横磕头 牛哥哥您好啊 十多年不见了 想死我们哥俩了 傻小子余横伸手相掺 哎呦 我是六啊 哎呦 那这什么 千里他乡 什么 育骨枝 哎 这傻小子 老跟着同林他们啊 这还学会了一句话 傻小子 一看这哥俩乐坏了 这哥俩是谁呀 傻小子是淮安府的人 他们也是淮安府的人 万一没想到 傻小子来到云南 碰见亲戚了 他叫五的这人 叫杜勇 傻小子管叫六的人 叫杜猛 亲哥俩嘛 这哥俩的母亲 是傻小的余横余宝园的亲姑姑 因为余横的父亲母亲 闹石一死了 杜勇杜猛的父亲母亲 也全都没了 可是他们哥俩呀 要比余横他们家扩得多 有房子有地 这哥俩看着房子看着地 练着把势 日子过得挺好 傻小的余横没钱了 饿了 就上这哥俩他们家要饭吃 哥俩就给大碗的炖肉 大正的烙饼 没想到出了事了 傻小子跟这哥俩分了手 杜勇杜猛哥俩好练武 好打抱不平 他们家旁边有个街坊姓王 这人叫王仁 外号呢叫王老实 您说这人老实不老实 指着卖豆腐种地吃饭 在村东口有这么十几亩好地 他这地呢 正好挨着余家中的守护大财主 张财主 这人姓张叫张有义 张有义厉害 他的儿子在淮安府当 红笔师爷 什么叫红笔师爷 那师爷不是一个两个的 谁笔头硬 这个师爷就叫红笔师爷 几个师爷夹在一块 这手底下也没人家好 所以张有义厉害 所以张有义就仗着儿子官府的势力 无恶不作 抢男霸女鱼肉百姓 瑜伽中的老百姓没有不恨这张有义的 王老实的好地紧挨着张有义 张有义瞪着眼睛就霸占了王老实的两母弟 愣把这介石给移过去了 王老实敢怒不敢言 忍着吧 王老实能忍 本村的人全都知道 可是杜勇杜猛不能忍 这哥俩知道了 谢天方刚十七八岁 哥俩找这王老实去了 王人哥呀 这张有义可真气负你 霸占你两母弟 得了 谁让你儿子在府里头当师爷呢 惹不起 两母弟就两母弟吧 没办法呀 那不成 无缘无故占您两母弟 您一共才几母弟呀 吃谁呀 怎么办 给您出主意 我们跟着您一块 没钱给您出钱 告他去 架不住杜勇杜猛老股东王老实 王老实就写了一张成子 在怀安府把张有义告了 张有义打官司用不着进城 他有儿子呢 他儿子想办法派人 就把王老实抓起来 给掐奸入狱了 不但掐奸入狱 这二母弟不还 还说王老实借了他们家钱 你还得给我三母弟 王老实惹不起呀 杜勇杜猛知道了 觉得对不起王老实 杜猛就跟他哥哥说 哥哥 咱们哪 得给王大哥出去 那你说怎么办呢 咱把咱们练武的小哥们 凑得一块 在这大树林子里等他 只要他一去这怀安府 咱把他截下来 让他写字句 把地还给王老实 如果他要不退地 咱们揍他解恨 这小哥俩太年轻了 没想到这么一来 就惹下了他天大货 不知 不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